本周影视产业妖闻,奥斯卡增设最佳人际奖,90岁高龄依然向流量低头,时针总系列第三部总贸力笑。 博纳芯片讲述穿航机场,百花奖入雷鸣班揭晓,三位转影第八位转影后,到轰炸宣布撤出暑期档,迪士尼趁机流媒体服务,不宜Netflix和亚马逊直接竞争一,奥斯卡增设最佳人际奖,90岁高龄依然向流量低头。 北京时间8月8日晚间,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表示,在第9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到来之前,将实行三大全新操作,一,计划引进一个全新奖项类目,将奖励最受欢迎流行的大众电影Popular Film。 2,将2020年颁奖典礼日期,提前至2月9日。 3,正在计划全球更衣获取的三小时电视转播,学院表示,他们将为热门电影的杰出表现,创造一个新奖项类别,资格条例和其他关键细节将很快出台。 对于这一全新设置,目前外国媒体和社交网站已经炸开了锅。 一部分人表示,如果最佳流行影片奖项,可以在第9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首次版发,那么毫无疑问本届颁奖里的收视率会有所提高。 但更大的反对声音则表示,这是奥斯卡向流量低头的表现,如此设置将会和MTV电影讲毫无二致,最终将会沦来爆米花奥斯卡。 如果这项popular film设至成真,那么今年好莱坞以上因为上映的爆款影片例如黑豹,复仇者联盟3,无限战争,此事二迪中迭流和妈妈咪亚2等,都将是该想象最有利的争夺者。 二,学征总系列第三部《总骂立像》,博纳芯片讲述穿航机招,取电影局备案公事,近日全国处理备案故事影片共89部,其中,有以下三部电影颇数关注,或将成为未来市场上的爆款。 零九系列新作开拍,山征大哥在指导统近年来,山征大哥徐征忙于兼知心人导演的作品《超时空同序》,我不是要选大获成功后,徐征终于有时间在指导统。 将自己一手打造的酒系列延续下去,片名赞定位酒妈,讲述身线商业纠纷的小老板伊万,在和妈妈前往俄罗斯的路上与竞争对手都知斗友的故事。 此前,徐征曾透露该片将于年内开拍,但具体时间待定,演员阵容上待公布,临湄公和警读,也门测桥后。 柏纳新片讲述川行机上,英勇世纪,湄公和行动,红海行动,都是近些年内低大荧幕叫好,又叫做的爆款影片,柏纳影业,或将延续此类风格,将川行,英雄机长流传界的故事搬上大荧幕。 今年5月,在四川航空飞机重庆飞拉萨的航段间,船航机长流传界在驾驶舱右坐前,风弹玻璃突然破裂脱落,大部分仪表设备失灵的情况下,依靠熟练的业务操作,能力带领乘客平安着陆,被语为中国的萨利机长。 零细游记又一经典故事重现大荧幕,真假美猴王,继续相悦称杰道,继细游记之大闹天宫,细游记之尊悟空三大白骨精,细游记女儿国后,新豪细游记系列计划将经典故事,真假美猴王搬上大荧幕。 该系列前三部均由郑瓦瑞指导,勾复称主演,并于大年初一上映。 不过目前本片的主创阵容,正应预期再不得而知。 三,百花奖介入为名单,三位摄影第八位准影后继日,第三十四节大众电影百花奖在京举办法部会,揭晓入为名单,林超贤指导的红海行动。 林公和行动商双入来最佳影片,导演,编剧提名,冯小刚,吴京,陈思成等八人入为最佳导演奖,吴京,刘浩然,张震,张义,黄轩等十三人将决主演帝,张子怡,周冬宇,马思纯,苗苗等八人将决主演后,据悉,候选名单已经出炉。 四,即提交全国广大电影观众投票,即日至2018年9月25日,被观众投票阶段,而第三十四节百花奖将于11月7日,至10日在广东佛山举办。 四,大轰炸宣布撤出暑期到,原定于8月17日,中国上映的国产电影大轰炸宣布改当。 现将当期调整,为了10月26日全球同步上映,官方解释着,为保证,影片在世界范围内,的发行曲得最优表现。 希望大轰炸在中国的上映日期尽可,能接近国际发行当期,改变同时曝光性海报,半冰林的名字,再次从海报集通告文案中消失。 据悉,当轰炸讲述了1938年2月到1944年12月,日本侵略者对重庆实施了6年零10个月的无差别轰炸期间。 重庆市民向死而生,乐观坚强的抵抗精神,以及年轻的中国飞行员与日本空军展开殊死激战,保家为国血洒场空的英勇故事。 5.迪士尼撑起流媒体服务,不与Netflix和亚马逊直接竞争。 据外媒报道,迪士尼CEO罗伯特·艾格特,该公司即将推出的流媒体服务,不会与Netflix和亚马逊直接竞争。 相反他会专注于迪士尼、皮克斯和漫威品牌的原创节目。 迪士尼计划去资713亿美元收购福克斯娱乐资产,其目的也是为了迎接他计划。 在2019年底,推出的流媒体服务,以上是本周影视产业邀文回顾。 谢谢观看,来自逃票票媒体号,逃票票专业版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、逃票票 SER.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